土质武器总给人异想天开和性能平平的印象 但是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 有不少土质武器在战场上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而解放军最著名的土质武器 可能当属绰号没良心炮的飞雷筒了 在缺乏大口径火炮的年代 这种武器让解放军获得了一种独特的杀伤火力 飞雷筒究竟是哪只部队发明的已经很难考证 当年中野和华野不少部队都称自己才是飞雷筒的创造者 但可以确定的是解放军率先将其应用战场当中 以弥补部队低下的火力水平 飞雷筒的构造非常简单 一般是将汽油筒以一定角度埋在地下 并在底部填充一部分当作发射药的火药 再把提前准备好的炸药包放进汽油筒里 发射药点燃后释放出的能量 足以将炸药包抛射到150米远的距离 一种简易的取射武器就完成了 至于为什么会被称作煤良心炮 要知道解放军的炸药包一般都是10公斤左右 爆炸威力相当害人 再加上飞雷筒都是密集布置的 基本上炸完一轮后 任何身处在杀伤范围中的敌人 都会被抹杀的一干二净 杀伤力极为恐怖 所以才会被称为煤良心炮 飞雷筒在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中 都立下不小功劳 尤其是朝鲜战争 由于美军对中国军队始终有着火力水平不足的刻板印象 屡屡遭受飞雷筒的攻击 就没有见过这种土质武器 完全没想到其爆炸威力 比自家的155毫米榴弹炮还恐怖 由于飞雷筒的射程比较近 解放军一般都将其应用于进攻当中 毕竟如果不是在防御阵地上 轰击的其实是自己的一线阵地 很少有军队 会在开战前就默认第一道防线会被敌人攻克 不过飞雷筒并非是解放军独有的武器 一些国军武装也曾在战场上应用过飞雷筒 还给解放军造成了很大麻烦 这支利用飞雷筒打阵地防御战的国军 就是臭名昭著的马家军 马家军是国军体系里的杂牌军 盘踞在青海一带 为首的军阀是马不方 马家军和人民军队有着血海深仇 早在红军时期 马家军的手上就沾满了红军的血债 解放军进军西北 一直希望铲除马家军报当年的仇 马不方也是一个奇葩 当时解放战争的形势已经日渐明朗 但他还做着割据西北的美梦 认为美苏只要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解放军就无暇顾及自己 马家军还能保住西北的地盘 有其父必有其子 马不方的儿子马继元更是野心勃勃 还放出豪言要和共产党争一争天下 其实如果马家军不在宁夏一带和解放军死磕 逃回青海 甚至远走新疆 才会成为解放军的心腹大患 马继元这个愣头青 选择和解放军决战 反倒随了解放军指战员的意 双方迅速围绕兰州城拉开阵势 除了较为常规的防御部署 经常在解放军中出现的飞雷桶 也出现在了马家军的防御阵地上 由于马家军的阵地多设置在山地上 双方的交战距离比较短 飞雷桶在居高临下的打击中 能够有着相当不错的效果 当然这样的布置也和马家军炮兵火力薄弱 有着巨大关系 要知道此时连解放军在团营一级 都开始普及的82毫米派击炮 在马家军中居然是师属火炮 为了缩小双方的火力差距 只能突发上阵了 解放军一夜出动了9个团的兵力试探性攻击 没想到付出了2500余人伤亡为代价 居然没能撼动任何一个马家军阵地的防御 能给解放军造成如此损失 马家军的飞雷桶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解放军官兵根本没有想到 以往在自己这边才能见到的飞雷桶 居然会出现在敌人手上 尤其是冲击阵地的阶段 飞雷桶的爆炸杀伤了大量解放军基层直战员 导致进攻失序 自然未能取得任何战果 虽然兰州城的攻势未能取得效果 但其他方向的解放军都在高歌猛进 即便是马济元依旧把兰州城掌握在自己手里 失去西宁等地的他 依然是解放军的瓮中之鳖 彭德怀也及时调整了战略部署 重心不再放在攻城上 而是截断兰州守军的退路 在削弱其战斗意志和实力后再发动总攻 这一举措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解放军吸取了第一轮进攻的教训 利用一夜集结的炮兵群开路 直接用火炮摧毁了马家军的表面阵地 同时出动步兵炮破组连续爆破敌人的防御攻势和阵地 硬是给坚固的防线上开了一个说大的口子 至于树木庞大的飞雷桶 早就被解放军炮火炸的东倒西外 根本无法正常工作 见解放军即将攻入阵地 马家军的士兵们又开始一轮又一轮发起反冲击 希望能将解放军重新赶出阵地 但进入近战以后 马家军无论在作战素养还是作战意志上 都不是解放军的对手 率先攻入马家军阵地的第四军 以高昂的战损为代价 顶住了马家军的反击 阵地上到处都是双方军队的尸体 马纪元本就是个半路出压的草包 见兰州大势已去 连部队也不管了 带着自己的身家财产 坐着飞机就飞去找自己老爹 踏着一走 直接将马家军最后一点抵抗意志给肖默殆尽了 全线溃败的马家军 成为了一野断后部队的猎物 马纪元部队主力遭到全监 战损高达1.2万人 接近总兵力一半 解放军胜利解放兰州 推进了全国解放的历史军城 实在是中文费安全的 优独立 有